各位兄弟兄姊妹,各位親愛朋友,晚安 感謝神給我們有假期 很少可能是紅日的星期六 大家都回來真的非常之感恩,非常之好 也是一個中秋的佳節 可以跟家人去相聚吃飯 聊聊聊,分享生活趣事或者一些困難 都在這裡再次祝大家中秋之快樂 崇拜之後都可以去追與 記得昨晚的預料都非常之圓 有沒有人看到,很圓 神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好好珍惜每一天 知道團圓不是必然,因為現實和理想 往往有一大段距離 正如今晚的經文所講的一個生命故事一樣 請大家打開秩序表 今晚的正道經文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35節 這裡特別講到一件事,就是失望的人 為什麼不放棄繼續走下去呢? 當路加去記錄這件事跡的時候 時間是發生在耶穌被釘死 也是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向不同的人顯現 而今次耶穌是特意向兩個門徒顯現的 為什麼耶穌會專程向他們顯現呢? 因為在人生的路上,難免會遇到叫人失望的事情 如今也是這樣 當我們面對香港的社會問題 因反修例而起的風波 無論是站在哪一個立場 我們都一樣感到失望 有些人甚至已經是要離開 就好像經文這兩個主角一樣 他們都是傷心失意了 要離開耶路撒冷 離開這個傷心地 好像已經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不如早點退休吧 告老還鄉 回到二馬五師 但是耶穌並沒有放棄他們 耶穌是定義去挽回他們的心 讓他們重拾盼望 心裡再次火熱起來 歸向耶路撒冷去到作忠心跟隨者 請我們現在一起去重讀一下 慢慢去領受、去感受一下 整個事件、生命故事 耶穌基督的時跡、聖經的說話 帶給我們有怎樣的盼望 好,我們看到的一起讀 一、二、三 同一天,門徒中有兩個人 往一個村子去 這村子名叫二馬五師 尼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他們彼此談論發生的這一切事 正交談議論的時候 耶穌親自走近他們 和他們同行 可視他們的眼睛迷糊了 沒認出他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一邊走一邊談 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 他們就站住 念上大著愁容 兩人中有一個人名叫格留巴的回答 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 唯一還不知道這幾天在哪裏發生了什麼事的人嗎? 耶穌對他們說什麼事呢? 他們對他說 就是拿撒冷人耶穌的事 他是個先知 在神和眾百姓面前 說話行事都大有能力 祭司長們和我們的官長 竟把他戒去 定了死罪 釘在十字架上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 要救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這些事發生到現在已經三天了 還有我們中間的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 他們清早去了墳墓 不見他的身體 就回內告訴我們 說他們看見了天事顯現 說他活了 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裡去 所發現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 只是沒有看見他 耶穌對他們說 無知的人啊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基督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 然後進入他的榮耀嗎 於是他從摩西和眾先之起 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 都給他們作了解釋 他們走近將要去的村子 耶穌好將還要往前走 他們卻強留他說 時後晚了天快刻了 請你同我們住下吧 耶穌就進去 要同他們住下 坐下來和他們用餐的時後 耶穌拿起餅內 祝福了抹開 遞給他們 他們的眼睛開了 這才認出他來 耶穌卻從他們眼前消失了 他們彼此說 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在我們裏面 豈不是火熱的魔 於是他們立刻起身 和耶路撒冷去 看見十一個使徒 和與他們正在一起的人 聚集一處 說 主果然復活了 已經顯現給西門看了 於是兩個人 把路上所遇到 和耶穌抹餅的時候 然後怎麼被他們 認出來的事 都述說了一片 好了 那我們一齊有個討告 好 請低頭 主啊 感謝你 給我們有你寶貴的說話 有你給我們八指黑字的啟示 給我們可以去學習 去明白你的心意 明白你的旨意 求你開我們心靈眼睛 讓我們能夠去領略其中的信息 願你得著榮耀 得著稱讚 帶領我們聽我們討告 奉耶穌基督名求 阿門 有一次呢 太太就買了一些香薰用品 放了洗手間 打算洗個洗手間充滿香氣 一開始用的時候 可以說頭兩天 的確整個洗手間都很香的 感覺良好舒服 誰不知去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開始發覺 這個香薰沒什麼味 好像失了效 自己感覺有點失望 因為覺得這麼短的時間 已經用不著了 我在觀察一下 想一下 去觀察一下我老婆 究竟她反應會不會跟我一樣呢 等了兩天 她都沒有反應的 過了兩天 我終於很自然地 想問一下她 跟她講幾句了 阿丈夫們 如果你記了分的 那位弟兄們 如果你是我 你會怎樣做 或者你會講些什麼說話呢 其實 當時的我 也有些怪責的成份 好像是這樣 不過今天跟老婆說 她已經忘記了 我就說 這麼快就沒有味 都說過不要買的了 她就說 不是啊 我覺得還有味 我還聞到 我就說 沒有理由 我都聞不到有什麼香味 她就說 可能我和你的高度不同 原來是這樣 你試試彎下腰 你就聞到了 那我就試試 真的聞到 幸好我差點怪錯了 其實是 味道沒有失去 只是高度不一樣 角度不一樣 體驗都不一樣 看起來好像是小事 但如果處理得不當 都會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都會產生 那就是很少的事 日常的事都被我們發現到 有些時候 原來有些失望是可以去避免的 問題就是 我們懂不懂得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物 我們大多人都知道 要以和為歸 但去到某些話題的時候 總是要證明自己對的 你是錯的 今天晚上都甚遠從這個故事裡面 聖經的故事當中 一起留意一下耶穌 和這兩個門徒之間的互動 藉此一方面來鼓勵我們 如何去面對現今的失望 另一方面又幫助我們 如何能夠得著面對前面的盼望 由於耶穌不想 失落任何一個信徒 他定義要挽回那些失望 移回的人 讓他們重拾在當中的盼望 耶穌是為我們留下了一個佳美的榜樣 簡單地說就是藉著同行 聆聽和回應 去幫助人面對現今的失望處境 同行、聆聽和回應 大家熟不熟 同行、聆聽、回應 耶穌也是這樣用 因為這個方法是十分符合人性的需要 講到同行 你當然是有些共通點才能進入 否則你沒有位去進入 因此也要做一點點功課 就是知己又知彼 你才能去跟他聊天 因此首先讓我們去看看 這兩個門徒 以馬五師的門徒 究竟是為了什麼來失望的呢? 由第十四、第十五節裏面 我們可以得知到 有講到就是彼此談論、交談、議論 這兩個字 從這個字我們大概知道 這兩個門徒他們的心情是怎樣 翻查一個字 原來這個談論、議論是帶有一種情緒的 帶著一種情緒 是一種情緒的對話 不單止只是講一些事實、一些想法 換句話說是背後有很強的 他們的見解和立場 但這次討論的焦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 耶穌到底是不是尼賽亞呢? 耶穌是不是那位救世主呢? 竟然叫人感到灰心、沮喪的就是 有認知上的矛盾在那裡 明明尼賽亞要來作王的 為百姓謀福祉 帶領以色列國去推翻羅馬的政權 但如今我們跟從那位耶穌 他已經被人拘捕了 被釘死了 究竟他是不是我們一直期望的 尼賽亞救世主呢? 這個奇葩不單止這兩個門徒有 當時普遍的門徒信徒 都會有這個的想法 他們渴望耶穌是拯救他們 脫離羅馬的管轄 明父其實這個是一個政治的期望 但這次門徒的矛頭是直指耶穌基督 如果耶穌是救世主我就跟 如果他不是,我不跟 去到後面經文呢 我們等一下會再留意一下 耶穌是有詳細的解答 是叫人心服口服 為何說是詳細的解答呢? 剛才大家讀了 一開始十三節的時候 就在耶路撒冷走去二萬五斯 那裏有幾多公里? 二十五里即是十一公里 即是多過十K 十一K即是跑 如果要走多久 十一K大概一個正常的運動場 是二十七點五個圈 你一個圈要走多久? 五分鐘行不行? 我今天跟太太說五分鐘 五分鐘都幾快 因為當時他要走的是山路 那你想像來 二十七點五個圈之後 最少二十七點五個字 你只是走兩個紀鐘 耶穌有兩個紀鐘的時間 同行聆聽和回應 將神的說話和他們講解清楚明白 走了整兩個紀鐘 讓他們明白清楚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 究竟耶穌基督是怎樣幫助他們 去處理現在的失望的心情 特別第十五節一說 就是當他們彼此談論 聊天的時候 可能慶合合的時候 耶穌就走過去 搭散 跟他們同行 同行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親身走到人群裏面 一起走 一起走過那些年 走過那些路 同行最重要的 我自己發覺就是 人到心都要到 如果人到心不到 其實大家都知道 好像你開會的時候 你是否在這裏 你老闆是知道你是否在這裏 同行是需要這一點 不單止我們是個人在這裏 一樣 現在大家都在這裏 我不會問你人在這裏 你的心是否在這裏 你不在這裏 應該就已經不懂得笑了 這樣 不過現在都不懂得笑了 所以我都發現到我們都很怕失望 再一次失望 因此就不怕 因此就很害怕 很害怕去分享講自己的事情 因此中國人有句話這樣說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這份渴望被明白 被了解的心都是與生俱來 很想得到的 只不過是 是因為太不安全了 這個世界 所以不知怎麼說 但是呢 可以說這個是做物主給我們人的禮物 就讓我們活得更加的美好 有這份的情感 我記得有一次 團契小組 有個弟兄因為收到某些壞消息 整個人就沒有力了 沒有了心機 仇眉心所 我見到他這個情況 我都心裡有些不知所措 其實都覺得 嘩 看來都大件事了 但是又不可以不幫助他 於是都抓了他一起去房間 定定神 就問他發生什麼事 他就一邊講一邊講 一邊無奈 我都一直聽 心裡都不斷討告 求主加力 又給我有當講的說話 當時想起的就是這一篇 二萬五師的這一段經文 跟他去講 去分享 都讓我記得有一句這樣的說話 為什麼弟兄會失望沮喪呢 因為他找不到意義 有一條這樣的方程式 有一條方程式就是這樣 為什麼會失望呢 失望是因為 因為在受苦裡找不到意義 在失望裡 在受苦裡找不到意義 換句話說 所以我就很用心幫他找一下 在你這個情境裡找不到意義 一邊講一邊聽 一邊鼓勵他 都告訴他 你已經很努力 你已經做得很好 你已經做得很好 最後一起去祈禱 去交託 中原環境是沒有變到的 其實 但最少在那一刻 那一剎那 都分擔到一些 就是怕他為他打打氣 最後都看到他的面容鬆一些 起碼沒有這麼仇為心所向 我相信每一個人 我們都可以跟有需要的人同行 只要你人到心到就可以去幫到人 不是靠 不過不是單靠我們自己 是有神去幫助我們 以至有這份愛心和勇氣 去跟人分擔喜與憂 另外是跟有需要的人同行的時候 我應該做些什麼 來幫他們面對失望的心情 這個是說就容易 我等人會問一下大家的問題 看看真實的情境是怎樣做的 第十七到第十九節那裡告訴他們 耶穌親自靠近他們 就問了他們兩條問題 對呀發生了什麼事 是什麼事 這個是一個關心的聆聽 我會比喻 不單是聆聽 是關心的聆聽 是有耐性有愛心的去問去聽 那門徒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期望 我再讀一次給大家聽 當耶穌 其實那個就是耶穌 第十九節那裡說 耶穌說 是什麼事 他們就說 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 他是個先知 在神和眾百姓面前 說話行事都大有能力 祭司長和我們的官長 就拉了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 但 但就很重要 最重要的這句話 但我們一直所盼望 要救贖以色列文的就是他 在這裏給我們看到 他一直有一個心態 這兩個門徒 就以為耶穌是用以一個軍權 介入的形式 去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羅馬的政權 但誰不知耶穌是被定了死罪 所以是整個人借了 沒有了心機 現在要回鄉下 當門徒的期望和耶穌的結局 看來好像有出入的時候 其實我們細心去看 是正好是相反 因為耶穌的死 正正就是成就了救贖 只是不是好像門徒所期望的方式 面對現實和理想不符合的時候 我們當然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想法 和決定 這次門徒的決定是離開 面帶愁容的離開 眼睛模糊的離開 但耶穌也有決定 耶穌的決定是什麼呢? 就是定義要挽回失望的人 和他們同行 聆聽他們的心聲 這裏我都想一想 那時候耶穌一定很忙的了 同時間也向很多人顯現 挽回他們 和他們聆聽同行聊天 但兄姐妹我不知道 你覺得聆聽別人容易嗎? 聽別人說話容易嗎? 我現在給你一個指數 一個指數 由零到十分 你會給多少分 越低分就越容易聆聽 越高分就是越難 越不容易去聽 你不用告訴我多少分 不過我希望你真的有個分數 如果我問你那個分數是給八分的時候 你不用舉手 你又給八分 我好奇的 為什麼你不是給七分呢? 是不是這麼難呢? 是不是不是七分呢? 但是如果你給四分的時候 我亦都好奇 假設你們給四分 我也好奇 為什麼你不是給三分的呢? 你的答案是什麼呢? 聆聽別人的時候 都是那句 你不用告訴我 除非你的分數是零分 哇!很容易啊! 很容易我就不會問你 有負一分就沒有了 如果你很容易 就... 有沒有人是零? 我先問一問 有沒有人是零? 聽別人說話 真的很容易 我不會反駁他 我不會反駁他 我全部都聽完 他說什麼就是了 有人零分嗎? 好吧 好吧 我放心我不會叫你上台 哈哈哈哈 是的 那更加好奇 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這麼容易呢? 聆聽一下 我都發現到很多人 其實是很想有人聽他的 不過沒有這樣的機會 或者環境 第一天姊妹 試一試 你們去想一想 就這一個月 近期的事件 你覺得你自己是算有耐性的 聽別人說話 起碼聽了十句 我不會駁你的 我聽完你十句 然後我沒有反彈過的 有沒有這樣的 如果有的請你舉手 聽足十句 第十一句我才駁你 十句我都聽 聽 聽 有沒有 有的 OK 好 厲害了 已經有很大的忍耐 有神給我們這份愛 有人都可能會這樣 我都這樣想 會不會做老公老婆的 就說 都幾十年了 還有什麼好聽呢 有什麼好聊呢 其實 又或者真是 哎呀 沒見過世面嗎 這個世界這麼不安全 講真話 你傻的嗎 不要天真 這樣 因此我們習慣了去收買自己 為什麼我會知道有這麼多人需要去聆聽呢 因為在上一年開始 我加入了男人事工部 去做一些事工 一些服侍 今年有個新嘗試 就是去接待新人 男人的新人組 我去負責 盼望姐妹們的另一半都相信耶穌 主要都是接待新人 過去的經驗裡面 男士新人組大部分都是未相信的 但是當中我都學習得最多的 真的是聆聽 去聽他們說話 講一下他們回教會期望 為什麼回來 也都有很多比較深入的事的傾談 那我就發現到 哦 原來一個地方有安全感呢 你就會講到話了 其實 大家是想講的 想有人聆聽 不過沒有這樣的環境 有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去聽 那我比較深刻的 有一次就是 有幾次都合在一起這樣說 有些已經半退休的人 去尋找人生意義 最終感謝主被他找到了 也都信了主 有些已經是全退休的了 就是美國退休的年紀已經退休了 那他追尋這個靈性的粗年 說務求要達到自我實現的人生境界 這個高峰 我都聽得非常之興奮 有些人過了退休年紀 不過仍然繼續努力地降活 和我們這些後輩分享他的前神往事 我們一邊聽一邊安慰 感謝主在過去當中 都有兩個男士都信了主 我都發現這個是神的時間表 我們只是繼續曉冠 是神叫他們成長 因為無論我都相信 信了也好 未信耶穌也好 都會同意 如果我們回頭去看自己的過去 一些歷史 一些事跡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領略到一些意義 那條路是容易走很多 之所以能夠有意義 是因為有人跟你同行 去聽你說 還有合而的回應 那這個什麼叫合而的回應呢 去到二十五到二十七節那裡 耶穌有同行走下去 去聽很耐心地聽 而指責的是講耶穌的矛頭 耶穌就去聽去回應 回應就來到二十五到二十七節 耶穌給了一個斷證 就說 哇原來你們無知的人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信得太遲鈍了 他們不是不信 只是信得太遲鈍 如果在英文有一句這樣的說話 就是很慢 那個心 slow to heart 整個人都慢下來 慢動作一樣 好像這個照片一樣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套電影 這隻是什麼來的 樹懶 就是當中那兩個男女主角 他叫他扮你的燈車證 是不是 搞得來都天黑日落了 真的 好像二馬五師門徒 已經黃昏日落的時候 搞了整天 那想著想著都不是他想的 這個他控制不到的 再細心去想 究竟為什麼人會遲鈍會慢的呢 而是他信心慢的 他在說 以前我不太明白 現在都明白 更加明白了 因為如果面對一個很大的失落感的時候 確實要時間去消化 去接受 信徒他們面對 哇 他跟著那個被釘死了 很大的失落 當然要時間 你告訴我 他復活了 我也要聽一下 想一下 感覺一下 才是真的 早前我爸爸都離開了世界 如今是踏入第五個月 我回想過去頭的三個月 都是慢慢恢復狀態 在未恢復狀態之前 我都感覺到心是很慢的 其實 沒有capacity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都很專注到在自己 因為看不到出去 看不到出這個世界 因為實在需要時間去療傷 去撫平傷口 沒有什麼力氣去幫助人 但感謝神 祂救了我 也都幫助我面對這種失落的狀態 透過祂的說話 一次次鼓勵我 又讓我能夠面對前面的盼望 來到這裏 我都很著弱 究竟是 那個關鍵就是這裏 究竟耶穌是怎樣去解開門徒的心結的呢 其實 我又一起看一看剛才那兩節 二十五、二十六節 一齊再讀 二十五、二十六節 你們看 秩序表那裏就可以了 一、二、三 耶穌對他們說 無知的人 才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基督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 然後進入他的榮耀嗎 是的 是的 OK 就是耶穌說的 為什麼解開他們的心結呢 原來受苦難 受苦進入榮耀 就是這條路了 這樣 耶穌的評價 他對自己身平的描述是什麼呢 就是說受苦入榮耀 是必須的 是必須的其實 是應當的下 滿徒的問題 就是知不知 信不信 信不信 他都是選擇地去相信 偏面的他的看法只是 他以為耶穌為你是君王 尼塞亞 你一來到 當然是行的了 打倒所有的敵人 我們就陪你一起作王 是不是 那就跟到底了 但誰不知他們沒有為意到 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是有兩次 第一次來就是受苦受死 為全人類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 救我們脫離這一切的罪惡 第二次來才是作王 去審判列邦萬民 進入他的榮耀 他們誤解了 但耶穌就在這詳細解釋下 從摩西律法先知起 經常指著自己的話 跟他們講解清楚明白 門徒誤解了 他們關心幾是政權的問題 國度的問題 耶穌當然是關心政權和國度的問題 只不過他的國度 不是屬於這個世界 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 他不是帶來一個國度的復興 政權的復興 而是要先帶來的是人心裏面的復興 救我們脫離死和罪的奏座 先將人的心意奪回歸向獨一的真神 要不然 縱然有這個國家有體系有政權 人心仍然是敗壞的時候 黑暗的時候 自私自利的時候 我們心知肚明是不會有美好前景的 天下人間是不會有完美的角度 只有硬件沒有軟件 是好看沒有內涵的 神要拯救世人的策略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答案 受苦進入榮耀 耶穌是知道這條路是必須的 因此從頭到尾去解釋給他們聽 告訴他們 你們的期望是沒有落空的 我是來真是救你們 不過不是用你的方法 是用神的方法 如果真是有第二條更好的路 你想想耶穌他不如一來就作王 其實為什麼要受苦 給罪你 你選不選這條路 如果你有得選 你要願意 當然是來最好作王 但是 這樣不是能夠真正解決 人心裏面的憂暗 罪惡 邪惡的問題 所以耶穌他必須要走這條路 就藉著他的死 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去救贖人類脫離罪惡 真是有耶穌第二次回來的時候 那個角度是會完全實現 這個是神永遠 永恆 完美的角度 當耶穌他幫門徒解開這個心結之後 那他怎麼給予他們 給予他們 是給的 不會收回不講條件 給予你 去面對前面不可知的將來 而仍然充滿盼望的呢 剛才說到就是同行 跟著是甚麼 聆聽 跟著呢 回應 今次就是耶穌怎麼給予他 就是同桌吃飯 祝福和消失 都是有同啊 同桌吃飯 祝福和消失 剛才說耶穌是怎樣幫助人 面對現今的失望 這些全部是接觸到 你看得到 你感受得到的 如果有人跟你聆聽 有人聽過你說話 跟你同行過 在你任何的光景 很開心的事 或者很不開心的事 跟人分享過 有人去給一些很合疑的回應給你的時候 你會明白各種的溫暖 各種的益處 在這裡我們都學習看到 原來耶穌他很想人 不要離開耶路實蘭 就好像不要離開教會 幫助我們重回正軌 去回來 認定耶穌基督的心腸 祂是愛我們到底 必保守我們到底 並且相信聖經所應去的說話 從人來看 如果真的你想想 這兩個二萬五師門徒 都很棘手 眼睛模糊了 心裏分暗了 腳又要離開 已經決定了 眼、心、腳離開 怎樣幫他們呢 怎樣幫他們 感謝主在這裡有一個美好的示範 去真是親身去同行 關心的聆聽 和合疑的回應 我不知道你聽到這裡 神有沒有將一些名字 放在你心裏面 就是你可以都去關心祂 聆聽祂 給一些合疑的回應給祂 如果你有的都盼望你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先為他們去討告 聖經都給我們其他應許 就是行善不可灰心 到了時候就要有修成 心知主是掌管著 我們做的是勇敢去愛 去與那些灰心失意 有需要的人去同行 聆聽他們的心聲 去聽一下 聽一下 這些應用我們都做到的 耶穌說 祂都有示範 我們都可以跟 我們都可以做到 甚至成為受惠的人 有人和你同行過 有人明白過你 有人聆聽過你 但是人仍然有限制和不足 有一些我們就做不到 是甚麼呢 就是耶穌是怎樣給門徒 一個面對前面的盼望 剛才說了 同卓祝福消失 同卓的說的是 我們都可以做到的 完了崇拜你都可以去的 喝杯茶吃個包吹下月都可以的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 與別人同卓的聯誼 祝福我們都可以的 你看到人 無論你覺得他可愛還是不可愛 你都可以祝福他 因為我們已經在基督裏脫離了就在 但是說到消失 應該沒有人可以做到的 有沒有人可以消失 你看我不到 你現在看我不到 做不到 是只有耶穌可以做到 但是我想說 為甚麼耶穌的消失是一種祝福呢 成為了我們的盼望呢 因為當耶穌消失了的時候 你看到他嗎 這裡有沒有人見過耶穌 我想問 大部分信了耶穌 是不是 那你有沒有見過耶穌 沒有 那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 我們眼裡沒有見過耶穌 但是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是因為耶穌消失了 我們要用的是信心 那個考驗就來了 考驗是怎樣面對 就是用信心 去信得下 耶穌 他為我們走一條路 一條苦路 是他不應該去走 但是他為我們走了 真是苦的那個是耶穌 不是那兩個門徒 要戲裡是耶穌 怎麼會是那兩個門徒 他有沒有被人釘死 有沒有被人拘捕那兩個門徒 都沒有 他只是說 哎呀跟錯人了 原來這個都不是路的 這樣死了的這樣 搞錯了 真正受苦的那個是耶穌 他關心我們每一個靈性的需要 他很願意我們明白他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去看到 他的回應 因此 那怎樣去領略到明白耶穌 給我們這份盼望呢 就是31到33節那裡 我們一起讀吧 1 2 3 他們眼睛開了 這才認出他來 耶穌卻從他們眼前消失了 他們彼此說 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在我們裡面 豈不是火熱的嗎 於是他們立刻起來 回耶路撒冷去 看見十一個使徒和與他們正在一起的人聚集在一處 說 主果然復活了 已經顯現給西門漢年 好了 這裏看得很有趣 當他們兩個很快 已經回到去 但是耶穌比他更快 耶穌又向了不同的人顯現 他回到去的時候 34節那句說話 不是這兩個二萬五師門徒說 是另外一些門徒說 他說 嘩 主耶穌真的復活了 顯現給西門看了 那麼快 耶穌已經向了不同的人顯現 但是我們都稍微去感受 理解一下這兩個門徒 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當耶穌去解答了他們心裡的結 誤解除去了之後 他們被聆聽被明白 帶來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就是眼睛開了 心火熱了 腳快跑回去耶路撒冷 跟他之前造成一個很大的對比 之前眼睛是怎樣的 迷糊 心是怎樣的 很愁 腳是怎樣的 離開神的心意 離開了 現在回到耶路撒冷 因此當耶穌消失了的時候 他們整個本身很遲鈍的信心 突然間著了起來 你試想像一下 剛才說了 在下午的時間 耶穌跟他們同行 走到回去都走了兩個幾三個小時 接著還要吃飯 那時候幾點鐘 起碼都七點了 有沒有街燈呢 你說他們 又跑回十一圈 跑回耶路撒冷 他們沒有街燈 都肯跑回去 你想像得到 他們裡面的火熱的程度 是多麼的大 整個人都醒了 因為他們明白了耶穌基督受苦 和當中的意義 就想著跟他們報起信 因此在這裏 讓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耶穌的出現 或者顯現 或者消失 帶給人 有一個滿足了我們三個 不能夠滿足的願望 就是心能夠再一次通達 清醒了 眼睛明亮 想通了 已經搞定了 第二就是心滿足了 情感上已經得到一份愛 一份接納 很火熱 雖然遲燉了 但是也有火熱 第三就是很堅定 它不是只有理性很通達 感性很舒服 最後做了一個決定 決定是跑回耶路撒冷 就是這三件事 同時間發生在這兩個門徒的身上 關鍵就是他們能夠聽得明白 耶穌是先受苦 後進入榮耀這個真相 這個信息 親愛朋友 如果你是未信耶穌 或者我未知道 我聽過很多 或者都未試過去做一個信耶穌的決定 如果你今晚都願意去接受的話 我深信你靠著耶穌 是可以經歷一個不一樣的生命 是神要應許給你的 主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 也是人類唯一的救主 祂為你為我去犧牲自己的生命 死了在十字架上 擔當我們一切的罪 祂不是用強權去努力我們的心 不是用軍權來介入 是用祂的愛 用祂犧牲 為我們先擺上祂的聖命 被人活生生釘死在十字架上 是以德服人 是讓我們明白 我們的罪 我們擔當 唯一一位超越人類 就是一位神的兒子 來到為我們而死 耶穌正正是一位 愛你也有能力的救主 這個時候請敬拜 先上台 耶穌正是一位 愛你也有能力的救主 什麼叫有愛你也有能力呢 試想一下 如果有人很愛你 但是他沒有能力 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幻想 是一個憧憬 是會破滅的 友情愛情不能夠 只是喝水會飽 但是如果有人有能力 但是他不懂得愛你 這個只是一個冷冰冰的同屋主 第三個情況 如果有人又不愛你 又沒有能力 那就求主憐憫 加你力量 能耐 去繼續 去靠著神的恩去愛 但是我們說 又愛你有能力 有誰不想要 如果你的配偶是這樣 你的家人是這樣 又愛你有能力 誰不想要 那我怎麼知道 耶穌又愛你有能力呢 因為他愛你 所以他為你 為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沒有愛心 是比這個更大的了 能夠犧牲 犧牲自己 為什麼說他有能力 因為耶穌能夠從死人中復活 是只有真是獨一真神 才能夠在死裡面復活 沒有能力比這個更大 現在我們都面對很實際的香港情況 很失落的處境 很失望的處境 你可以幫人同行聆聽回應 有人跟你同行聆聽回應 這個我們都經歷到 享受到這個福氣 是神給我們有這份愛 有這個恩典 有這個能耐 可以去走出去 而不是專注了自己 是走出去 但是給予前面的盼望 這個是只有神才能做到 能夠去跟祂同卓 祝福和信靠 這個是耶穌要求我們對祂的回應 而只有耶穌才能夠做到 在這個時候 都想和大家 Pace Team會和大家唱一首詩歌 叫做《愛我願意》 講出十字架的光芒 唱完之後 我會和大家發出兩個呼召 第一個呼召是 已經信了耶穌的你 第二個呼召是 還未信耶穌的你 現在我們請Pace Team 先唱出《愛我願意》 我會和大家講出任何一首詩歌 愿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的白伤 愿主爱来伤问我 在海中的自由是否 我愿意相复 我愿意相复 在你爱的外抱中 我愿意相复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爱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刚才有一幅power point 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也想给大家多些了解 耶稣是借同行 聆听和回应 去给我们有今天 面对现在的处境 但是面对永恒 面对将来 一定是有神所给的盼望 怎样能够我们 得着这份盼望 就是跟耶稣同却去吃饭 领受耶稣的祝福 回应就是我们去信靠祂 这里讲的是基督教 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 基督教信耶稣 是讲的一个关系 不是religion 是relationship 我不知道今晚 有没有神的说话 去打动你的心 去感动你 有没有一些名字 放在你心里面 刚才讲过会发出两个的呼召 请大家都静一静 可以低下头来 静一静 已经信了耶稣的你 信了耶稣的你 我不知道刚才你给那个 容易聆听指数是多少 或者你能不能够听到人 一次过说十句的说话 而你没有打差没有反驳 我不知道 但是在这个时刻 我们知道的是 需要很多的耐心 很多的从神而来 那份的平安 以至我们真的有这份的力量 来到去面对 面对这么大的将力 因此在这里 我想发出一个呼召 就是有没有谁 你是愿意去学习 好像刚才经文 给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的版 也都我们是可以做得来 就是去和 无论你心里面反弃一个名字 还是多少个名字 或者他们的面容 你愿意去和他们同行 去聆听他们 去爱他们的 有没有这样的电影之门 如果有的请你举一举手 我们等人去一同祷告 好 我见到 请放下 好 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 你知道你见到我们的手 又看到我们的心 你知道我们对现今 是有失望 失落 无奈 忿怒 但是感谢你又给我们有你的说话 历史历代很多人都经历过 走过这条路 是不容易 是受苦的 是有困难的 但是我们知道 每一个信你的人 你都是与你的百姓同受苦难 你知道我们的境况 你知道我们的容量 求你都保守我们 帮助我们在你面前 这个的心愿 按照圣灵的带领感动 让我们是对 你给我们的人 一些的关系 我们学责 去同行 聆听 去爱 去修补 求你赐给我们 合逸的机会 又给我们有耐性 又从你来的那份的爱 和平安 以至靠着你 能够继续 真是做和平之子 来到去做调和 作炎作光 愿荣要归回给你 听我们的讨告 奉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另外我会发出第二个呼召 我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谁 这个你是未信耶稣回来 去听的 去听到今天 在圣经里面 一个生命的故事 也都是说回 关乎耶稣基督的故事 他怎么评价 描述他的一生 是应当的 是必须的 是先为人类去钉死 在十字架上 很想我们的心里面 改变过来先 先去承接 去进入神 永恒的国度 完美的国度 不会有罪 不会有苦 不会有眼泪 的一个地方 因此 这里我不会叫你 合起来 眼睛低头 但我在这里 发出呼召的 就是 有没有你未信耶稣 你今天 愿意 愿意 跟耶稣 刚才所说的 邀请我们 跟他同却 去吃饭 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 去领受耶稣 无条件的祝福 而我回应就是 我们要凭信心 有没有 谁是未信耶稣的朋友 我不知道 因为 你是未信 但你很想 是的 我今天听得清楚 明白过来 原来耶稣基督的福音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跟我有关系 如果你心中 是有感动 我邀请你 请你举起手 我今天 我想接受耶稣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的 请你举手 不用看旁边的了 虽然我叫你 不用跌下头 但不要看旁边 你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愿意 接受 今天 你愿意 你从来没有听过 不明白 今天你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有的 请你举手 有没有 我好像看不到 有没有 是不是 没有 OK 是的 那好了 那我们都 是的 都继续一起唱 刚才只听了Praise Team唱 那我们一起都去 唱出这首诗歌 爱我愿意 来到去做一个 对神的立志和回应 好了 你都请Praise Team 为我们准备 我们一起同唱这首诗歌 是指甲 兄弟光芒 温柔又自强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爱我 我的心不再迷藏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的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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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歌 在爱中的自由采放 在爱中的自由采放 我愿意相赴 我愿意相赴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爱的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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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相赴